大批干员 确认目标全部都冲上前 哪里啊 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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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犯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警方制服 原来这里是诈骗集团的据点 警方调查 诈骗集团将被害人 囚禁在地下室旅馆 以张鑫为首的诈骗集团 在网络刊登广告 让求职者上门 最后要求被害人刷银行卡 成了人头账户 还被囚禁起来 沦为诈骗的共犯 南港分局日前获报 有民众于脸书社团上 看到招揽工作赚钱的讯息 并与对方联系 并一约系带存责 提款卡前往面试应征 起之到场后 竟被带往台北市的旅馆 限制行动自由 并将其存折提款卡等 取走进行诈骗洗钱 本分局研判 此为诈骗集团的犯案手法 且目前因仍有多位民众遭囚禁 乃齐克成立专案小组 并报请台北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侦办 经专案小组过滤分析 查出犯险目前于新一区 一处旅馆 租用宿间房间作为据点 随即向法院申请取得搜索票 与本月一日清晨出动大批警力 前往执行搜索 当场查破张姓祖贤等七名诈欺集团成员 并救出遭控制于房内置银行人头五名 其中一名女性被害人当下非常感谢警方 能够及时营救 使其免于持续遭受囚禁的恐惧 而专案小组处于现场起货改造手枪两把 土制爆裂物一枚 手指虎两指 囚犯等凶器 并查扣犯罪所得 方用手机提款卡 存折 以及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毒品 全案 乙医 詐欺 洗钱 枪炮 毒品 组织犯罪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检网署侦办 整起案件曝光 主要是一名男子 北上英征却遭到囚禁 等到账户变成了警示户 被冻结 却被丢包在路边 让他转向警方求助 警方最后抓到了15人 包括了7名嫌犯 将他们全都一网打尽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道